最後的話這個地方1的部分 其實你是可以把它變成一個變數的 這個我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8頁這邊有 所以我在這邊加上一個串一個變數 叫什麼 因為I底下用到 所以我就用J來當成是那個變數 外面再包一個4圍圈 4J in range In range應該是77了 所以這個之前到74 因為它之前的業數比較少 那所以我就把這個UIL有沒有 把它再加上一個變數就trade 把它串在index page等於多少裡面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它就會不斷去跑 不斷去跑 那這個雲端上面的範例是存成csv 不過當然如果你csvok的話 那那個excel應該也沒問題 所以等於是說 你就把剛剛的程式 當然欄位名稱這個一定也是放最外面 那所以呢 主要是針對網址的部分有沒有 request的部分呢 丟的時候呢 我們就串一個數字給它 所以理論上1到76 它就會先抓一個 然後把資料寫進去之後有沒有 然後分別 那如果csv是全部串一個s 最後寫進去那就ok了 那當然呢 一樣的道理 剛剛的那個excel也是差不多的道理 所以如果你這個可以做的出來 那excel應該也做的出來 ok 所以你會發現好像只要你一頁做出來 76頁就瞬間可以完成了 ok 所以你會感覺哇 這簡直是太棒了 你如果會用爬蟲 你應該就回不去了 沒有人在那邊傻傻的 每天都在那邊 Ctrl-C,Ctrl-V,C,C,C 當然還是很多人會這樣做 可是像我覺得 如果你會寫程式 你應該就會知道這樣的方式應該是比較好的 ok 動 就是說你只要動動腦 有沒有 其實花不了太多時間 那東西都全部存以sale 你再去做後續處理 這樣應該就簡單太多了 ok 我覺得效率也沒辦法比較 真的十萬八千里 而且樂趣也是真的差很多 你看這弄弄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會寫一點程式的人 你應該就不會想要用土法煉鋼去做很多事情 所以那種選擇 這個做事的方法 那就會有很大的落差 那即便你將來你說 老實說還是很多地方不會怎麼辦 沒關係 其實我覺得後續 你還可以只有AI幫你一下 甚至AI不能幫你 你看身邊應該也有人會寫程式的 你問他一下 應該他也會給你一些 有沒有 然後甚至給你一個範本 你再弄一下 也一樣可以 至少你這個上完這個課 具備有修改的能力 我一樣就過了 所以我在雲章版本有很多範本 我不要求你們從頭寫 真的 你們只要能夠把範本裡面的結果做出來 ok 然後把結果存成你要的這個eSale格式 應該我想就已經基本上達標了 ok 然後至少體會一下這種寫程式的樂趣 ok 那今天的話主要我們就把那個大樂透這一題 拉開 後面我就不演示了 那底下呢其實 我有試著用那個chartyv幫忙生成 不過後來發現 這個chartyv實在是這個蠻難溝通的 後來發現 他一直給我寫錯的東西 我是知道他哪裡寫錯 但是我是希望他一次就寫對 後來發現 不太ok 所以後來我是有跟大家講說請你參考 因為他好像剛開始一直抓table標籤 還有編碼好像一直用big5 一直亂碼 我應該是UT58才對 可是他一直給個編碼幫忙不對 但是 這個如果你自己看得懂 你是可以自己改一下是沒什麼 但是如果你完全不會改程式的人 你卻依賴chartyvpt 那當然也是死路一條 我覺得暫時還是行不通的 或者因為他給的程式 還是bug非常多 可是如果你看得懂的話 它是可以是很好的範本 因為他已經幫你把架構寫出來了 剩下其實就改什麼 改這個 改big5 然後呢5的後面 它是只有給table 那你說有開始我自己加一下就好了 對 加一下就好了 他其他東西寫好 所以其實還是可以用 只是說你可能要自己看得懂部分 這個我覺得應該暫時也沒辦法避免的 另外的話他是用pandas 用pandas存 好像也不是什麼不好的事 只是說我自己是覺得好像用openpyxl 好像比較可以知道流程 當然你也可以順便學一下pandas ok 好那今天的話主要就是把那個大樂透這部分 下一次的部分我們可能就是 再看一下那個範例二 所以回去的話有時間 可以試著爬取那個我們上個禮拜講的那個tqcplus的官網 有沒有這個網站 總共的話有一堆的那個名稱嘛 如果要把它分成三藍 那這怎麼做 這個就不是table 它是一個div 可是是有固定的標籤跟類別 那你只要找得到資料就下來了 ok 那我們今天的話時間好像差不多 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 然後我們再看一看 大家看一看 雷炫 那可真 一千笑 一千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